哈囉我是陳寧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大家好 我是寧官 歡迎我們中期觀眾跟粉絲 朋友掃我們要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台北股市 今天重挫363點 盤中的跌點 甚至高達400多點 主要的原因 除了美股重挫500多點之外 另外一個外界觀察的是 台灣這一回合 在中國限電風暴下面 所遭受到的零零種種的壓力 那外資機構事實上 調降台股的指數目標 高達1500點 而黑暗中國經濟 到底會對中國台灣 乃至於全世界 帶來什麼樣的衝擊跟影響 美元指數來到了 一年多的高檔 但是能源價格飆漲到七八年的高檔 今年冬天的缺煤缺電跟缺油 事實上是一個全面性的能源危機壓力 而這一回合澳洲出口創新高 不管是原物料價格的上漲 或者是能源相關的礦產價格上漲 澳洲獲成最大贏家 而媒體追蹤 中國到底會不會向澳洲低頭 是外界觀察這一回合的角力重點 另外中國媒體追蹤 韓正現在下令各省要不計代價保供電 但是今年冬天到底會如何發展 東北傳出來現在電訊的訊號只有2G 所以網友頂多只能打電話 完全不能上網 而這樣的時代一旦寒冬來臨的時候 到底會不會加速整個製造業的修正跟崩跌 同一時間這樣的政治跟經濟的壓力 會不會轉換到軍事的壓力 昨天解放軍的空軍副司令直接嗆美軍 今天中國國防部的發言人在嗆 美國的國防法案有台 中國人民的眼裡容不下沙 這背後會帶來什麼樣的政治 軍事 經濟的變化 我們待會好好聊聊 今天現場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董立文老師 大家好 再來是陳金星文台北知識局長石板明副先生 大家好 再來是陳專家汪偉傑 大家好 再來是陳專家朱越宗 大家好 再來是吳明傑 大家好 再來是黃世聰 大家好 我剛剛講台股今天重挫360多點 盤重的跌點高達400多點 主要的原因當然跟美國股市的回檔 乃至於中國經濟的不確定跟風險變數有關 另外一個外界觀察的是 這麼龐大的經濟社會民生政治壓力 會帶來什麼樣軍事的變化 好 市聰剛剛看到10月1號事實上是中國廉價 但是整個大限電的危機 造成對內對外的政局更加的緊繃 沒錯 今年的十一長假的過程裡面來說 中國很多民眾可能會在黑暗 然後沒有冷氣或是沒有暖氣的日子裡面度過 那真的是非常難受的一個情形 那在過往的時候 在十一長假的時候 中國大陸各地都會有所謂的燈光秀 因為畢竟要慶祝偉大祖國的生日 那過去包括說在深圳 或是在上海 廣州 甚至在西藏 在北京 到處都會有所謂的燈光秀的狀況 那因為今年缺電 那缺電的時候 如果你在大搞這種燈光秀 當然會讓他覺得說你是活在哪個時代啊 所以今年的包括說像過去都非常夯的廣東 廣州 甚至是深圳的所謂的這個整個城市的這個燈光秀 在今年都喊咖 另外連上海 上海的這個外灘過去也都有所謂的燈光秀 在這一次也都喊咖的一個狀況 現在大概唯一還有燈光秀就是北京的永定門的這個燈光秀 大部分的城市都沒有這個燈光秀了 那除了這個之外 當然你對內是有這個缺電的問題的時候 當然要想辦法把這個壓力往外輸 那怎麼往外輸呢 因為今年十一長假的時候 中國解放軍可是沒有放假 他也是今天早上的時候 一共有這個9度來台灣進入我們的西南防空領域 那從這個上午的1點4點啊 然後7點8點有2次 9點有4次 然後一共9度進入我們的ADIZ 那當然我們的這個中華民國空軍 一定是進行一個所謂的驅趕的這個狀況 那比較特別的是說呢 因為這個美軍剛好有跟他碰到 那美軍碰到的時候 有用所謂的attention這樣來警告 中國大陸的這個空軍 所以你知道其實在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中國當然是只能夠把這個壓力往外去丟 那累計到目前為止的話 本月呢一共我們驅離一共有9次 因為才一天 那2021年來說的話一共有191天 我們驅離了546天 所以你看其實中國今年呢 增強在我們的西南空域的這個騷擾 其實是有增加增大的這個狀況 好那你既然來騷擾的時候 美軍也故意呢 讓你看看我在哪裡 被人家知道說像這個雷根號 雷根號的話 因為過去呢 美國都一向不會讓你知道他的這個航路 但是目前呢好像被他認為說 美國是有意無意要公佈他的航路 那雷根號是從原本的這個印度洋 進入馬六甲海峽 然後在南海巡弋之後 又往這個南沙巡島北部 然後又在菲律賓海現身 那當然這有一點點是 之前他們這個美國的兩艘航空母艦 跟伊莉莎白號有在這個地方進行軍演 那甚至連卡爾文森號也是這樣一個情形 所以美國等於是故意秀馬手給你看的一個味道 那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最近美國的剛好通過了這個2022年的這個 國防授權法 那這個國防授權法裡面有非常多牽涉到台灣 包括說要增加台灣的這個軍購的這個內容 甚至是說可能要邀請台灣參加這個太平洋軍演 這樣一個狀況 那當然對中國來說 當然孰可忍孰不可忍 這個中國的這個國防部的發言人就說 中國人民會用像保護眼睛一樣的珍惜主權和領土的完整 眼睛絕對容不下沙子 所以當然他這個是在針對美國的這個立場 他同時也批評了美國這樣一個狀況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到最近期的時候呢 剛好是中國的這個珠海的航天展 那航天展的裡面來說的話 他們最近有展示非常多的武器 那在這一次的武器裡面有兩款 一個叫做翼龍二號的無人機的這個掛彈飛行 還有水陸兩棲的這個AG600的這個昆龍號 那這兩個的話 當然某種程度來說的話 都是在對外秀肌肉 那除了對外秀肌肉之外 日本也是最近期的 因為我們知道日本也要進行這個相關的演訓 那這次演訓的重點是什麼 演訓的重點是要在這個出雲號上面來說的 是非F35B的這個起降 你有沒有知道其實F35B 這個出雲號其實在經過這個改造之後呢 未來可以在這個垂直起降F35B 但是因為它這個甲板呢是提供 是進行了所謂的耐熱度的這個提升 那完工之後還沒測試過 所以在這一次的這個演練中間會測試 所以你看其實在周邊的國家 包括說像美國 日本 或像中國 都持續在拉高這個整個對峙的這個壓力 那當然台灣呢 這個這個面臨到了壓力 當然會是重中之重 好那明杰解放軍事實上在珠海航空展 這兩天是不斷的嗅肌肉 然後接連兩天事實上也都嗆了美軍 對我們看到這個解放軍的軍機 今天上午又九度進入台灣的這個西南空域 那對台灣進行騷擾 那我們觀察就是說 解放軍的確在九月之後 就我的記錄看起來是更加的挑釁 動作越來越大 在今年以來單月來說 九月應該就有破百次的 這樣的共機擾臺的行動 那這背後什麼原因導致九月開始 我個人認為可能幾個因素 第一個就是說 中共宣布所謂的海安法之後 那要把台灣附近的這個海空域 要把它視為它管制的內海 第二個 我們也這個配合看到中共的高階的 將領人事佈局 包含像先前習近平 在九月又意外的拔著了 四名的上將中間 一名我先前分析過 最年輕的54歲的空軍司令員 這個長丁球 那這個動作配合近期 中共的副司令 另外一位副司令員 直接嗆美國說 我們雲端見 就可以看得出來 九月份開始 似乎第一個 年輕的將領 是不是在成習近平之翼 連戰狼的姿態越來越高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看到拜習通電話 是九月九號 也就是說換句話說 中美的這一個高層領導人 即便已經通過電話 但是軍事動作沒有暫緩 反而更加的升溫 所以這背後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習近平看起來是硬逼著 第一線的解放軍的官兵 要更加強硬 而且這些年輕的將領 為了求表現 看起來在這一個擾臺 跟對美國相互對峙的動作上面 也越來越大 的確這樣的狀況 會讓整個區域的情勢 越來越混亂 那當然 這一個九月份 還有另外的變數 就是中國的 北京的南海動態感知平台 也公佈了一項數據說 美國軍機 在九月份 其實頻繁進入南海 有高達62架次 中間有包含P8A 反潛機35架次 RCE35電單機 12架次等等 那中間也提到說 包含像美軍的卡爾文森號 雷根號航母打擊群 進入南海同時 就是一艘班符的號 還穿越南沙的美濟礁 那這些動作當然也是 這一個解放軍拿來做託辭說 他為什麼要對外展現強硬的姿態 他也認為說 這是跟美方 對中國施加壓力有關 不過剛剛談到說 中國這幾天在珠海 辦這個所謂的珠海航展 那對外對內宣傳了很多 中國的一個戰力 包含他國造 譬如說像殲20或殲16D的電戰板 那還有包含像無針7彩虹6 這些無人機 那這麼多的一個軍備 無非就是要展示說 他的軍力很強 但是很諷刺的是 這幾天剛好也傳出說 中國又向俄羅斯 採購了36架 卡52K這種艦載直升機 如果今天中國的自製 武裝這麼強的話 為什麼還要向俄羅斯採購 而且特別是這一次 對俄羅斯的軍購 應該是季先前 近年來大概就是S400防空飛彈 這個蘇凱35 24架之後的第三大軍購案 大概有200億台幣的規模 那這些艦載直升機 為什麼有需要採購 是不是背後意味 其實解放軍這幾年 不是在大肆張揚說 他的一個 這個5直10 或者甚至5直19 這些攻擊直升機 戰力非常的強 為什麼不自己拿來 裝載在075的這種 兩棲突擊艦上面 還要跟俄羅斯採購 背後意味這些武器 有很大的問題 特別是用在海上 包含像它的材料 是防腐蝕 因為海用的直升機 跟陸用的直升機 是完全不同的 那同時包含像 這個俄羅斯的卡五2K 它基本上它的發動機 還有這個動力 各方面火力的掛載 還有甚至它可以進行空中加油 的確都完全 制壓解放軍 自己國造直升機 所以它轉而必須跟 俄羅斯採購 那這背後當然凸顯 它政治上 這個奪台 武力奪台的一個企圖 的確是持續 在這一個擴大 不過這樣的一個動作 其實反應過來就是說 對台海會不會有威脅 的確如果零七五的 三艘兩棲突襲艦上面 搭載了這三十六架的 這一個卡五2K型的 這種武裝 這個直升機的情況之下 它如果東落台灣 對於它零七五 它可以不用進入 台灣的這一個 反艦飛彈的射程 可能用透過這樣 卡五2直升機 是有可能可以對台灣 進行一定程度的威脅 不過這個部分 台灣並不是沒有反制能力 特別是這一次 我們的國慶展演 首度對外展示 譬如說這個陸射型的 天艦二型 就列準飛彈 就是專門用來打這種直升機 那所以包含我們還有 這一個數量非常多的 赤震飛彈 或者原本的天艦一型 那還有現在加上 這個射程更遠的天艦二型 不要說打中低空的 低速的直升機 打這個低空高速的戰機 也沒有問題 所以基本上來講 有毛就有盾 台灣有一定的防備 除此之外 這個珠海海海長 這幾天 對外展示項目非常多 國際的很多軍事專家 都在觀察說這些新裝備 到底是怎麼研發出來 結果被發現說有很多 其實都是 這透過逆向工程也好 或者可能竊密也好 都在仿造美軍的一些裝備 包含像這個殲16D 其實就在學美軍的ES8G 它的雙翼掛上 所謂的電戰夾倉 那美軍的這一個 ES8G是用ALQ218 這種電戰夾倉 這個殲16D 就是也在仿造 那包含像無針7 其實過去就降龍無人機 就在這個學習RQ4 全球之音 另外像彩虹6 就看起來很像SR-71 這些零零總統這麼多 到底解放軍具不具備 自己研發生產國造 有一定性能武器裝備能力 其實最後還有一個 最大的關鍵點 就是人的問題 解放軍到底能夠發揮 多少戰力 能夠在台海 是不是能夠取得勝利 這個的確是未來 外界都會一定的質疑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台北股市 今天跌了300多點 外資直接喊跌 還說可能再殺1500點 主要的原因當然包含了 全球停滯性通膨的 隱憂壓力之外 中國大限電乃至於中國恒大泡沫化 背後隱含的中國經濟風險 而這樣的經濟風險 到今天為止 仍然存在著高度不確定性 今天媒體追蹤傳出來 中國副總理韓正 直接下令全中國各省 要不計代價保供電 我請教石板明夫先 就我的了解 今天仍然不是不計代價都供電 但是也有人今天有得到供電 整個中國內部電力的混亂 現在看起來非常複雜 對 所以說這個事情 我確實是蠻詭異的 就是說因為中國這麼多年 特別是胡錦濤時代 我們很少聽說過停電的狀況 就是作為中國投資的市場 已經成熟的一個最基本的標準 就是說你必須 你要讓外資來投資 你必須供電供水 這些基礎設施你要完成 現在突然間這些問題出問題了 就是說可能說中國現在習近平政權 他的整個的統治能力出個問題 就是說有人說他在下一盤大旗 或者要輸出通膨 但是今天是國慶節 他們在國慶節這麼愛面子的時候 都沒有電的話 這是在共產主義國家 最重要的是領導的面子 這麼上領導的面子出來 就很明顯這不是他想要的東西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東西 當然有很多各種各樣的解釋了 有這個為習近平為了減碳 下的死命令 或者是什麼黨內的權力鬥爭啊 還有什麼因為跟澳大利亞 制裁澳大利亞 這個不禁澳大利亞的煤製程的負面形象 我想這些都有 但是說更重要的 我覺得就是說是中國從一個市場經濟 退回計畫經濟 從集體領導退回個人獨裁這個方向 社會構造帶來的是個必然的變化 然後最近我看到很多這個限電的消息的話 我講到我當年我自己小的時候在中國 我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初在中國 那個時候經常停電 那個時候中國還是在計畫經濟非常強的時代了 那個時候停電的時候呢 我記得印象特別深的就是說也是就跟他們說的是無預警無計劃 說停就停 那麼當時我記得我的同學的好像哥哥姐姐要結婚 當時中國人結婚是還不是到餐廳請客 是在自己家裡請客 把鄰居家的院子全借來 擺好幾桌 然後在那裡把親戚朋友叫來請客 他們比如說幾月幾號要訂好 我們家裡辦喜事辦婚室 先要找供電局去拜託 說那一天我們那一片千萬不要給我們停電 你要停電就完 所以說呢如果當然說那個時候 如果有認識人關係過硬的話 沒問題我給你保證 那時候你還有包個紅包送給他們等等 這慢慢的就變成供電局的供電站的站長 所謂供電所所長 他的權力就非常大 他就變成權力尋租了嘛 所以說他就可以慢慢就是變成人質社會 這是個最典型的事情嘛 你想臺灣的供電局局長絕對不敢做這種事情嘛 所以說在那個時代就一定會出現這種情況 那麼也就是說在人質社會是什麼呢 就是本來經濟呢是像流水一樣 它是自然循環的 它的價供給和這個需求啊 是可以價格調整自然做調整的 但是說人質社會呢 它要把這個定價權拿走 它就讓這個水不能流 每一段都給切 然後它都要一個一個做政治判斷 那這水當然就流不動了 而且這個獨裁國家呢 它中國有14億人 14億人裡面只需有一個人可以思考 就是習近平 剩下的人都不可以思考 你隨便思考 隨便出主意 你就往一中央 所以這種時候呢 習近平再大的本事 再聰明 他也不可能考慮所有全面的問題嘛 何況他並不聰明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我就想到過去呢 就是說凡是社會主義 獨裁國家都有一個計劃委員會 這個北韓也有 就蘇聯中也有 計劃委員會的一個最大的工作 是什麼 是給商品定價 OK 商品定價的話呢 但是說 有幾十 每年要給幾十萬 上百萬的商品定價 你人再多的話 也不可能定出來嘛 你計算它的成本 計算各方面算出的價格 那這支筆是賣一百塊好 還是賣五十塊好 誰也不知道嘛 所以其實他們到最後 也偷偷看別的國家 看那些資本主義國家 這是筆賣多少錢 一壺個畫瓢在旁邊在做 那當時呢 我記得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故事 就是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 到廣東 任仲夷是個 邓小平手下的大將 他去那裡去呢 整個廣東省市 沒有火柴 為什麼沒有火柴 就是說買不到火柴 怎麼要買火柴 要拖人 很多關係買火柴 很多家裡甚至留下火種 因為找不到火柴 當時還沒有打火機的時代呢 為什麼 因為火柴定價是一合一分錢 這一合一分錢的火柴呢 定價太便宜了 所有的火柴廠 生產它賠錢 所以大家不生產 然後要不要把這個火柴 價格提到兩分錢 這個在當時廣東省委開會 最後決定 火柴可以漲價 漲到兩分錢 漲到兩分錢以後 就生產過剩 馬上到時候生產過剩 因為兩分錢就可以賺錢嘛 所以說它不靠市場經濟 靠這些領導人自己開會決定的事情 畢竟這樣整個經濟就流不轉了 那麼今天中國限電的很大的問題 也就是說 現在每個環節都要習近平判斷 比如說剛才講的減碳 習近平說我這是最重要的 然後呢 所有減碳的這個部門呢 都在拼命減碳 他要減碳自然 比如說中國的山西和內蒙 這些生產煤礦的地方 你要不破壞環境的話 那你一定生產成本提高嘛 對 生產成本提高 你沒要貴嘛 但是說如果你沒有定價權的話 你越生產越賠錢 所以就不生產了 那電也是嘛 電價格也是政府定下來的 那如果所有的別的原材料 全漲上去 你不讓漲 大家要不生產嘛 就是類似這種環 這種事情在中國到處 已經都出現了 那麼現在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現在韓正 這等於說他們其實比我們台灣的媒體還慢半排 他們最近才知道 因為他們底下的官窑 上面都是報喜不報憂嘛 最近才知道好像供電出問題了 所以現在韓正就是下令說 不惜一切代價嘛 他這一說不惜一切代價 那就麻煩了 別的事情他全不管了 環境破壞 環境也不管了 就開始供電嘛 所以說我覺得這種靠人質社會啊 你不管做什麼事啊 都有很多看不見的風險 看不見的代價 都傳到後面去 這其實就是在中國 全國在發生的事情 那麼也就是說 他的這種 想會變成獨裁 想變回這個計畫經濟的話 當然這些成本都會撤回出現 所以我認為這次供電限電 只是剛剛開始 今後在各方面都會出問題 好那我跟你討論了一個問題 你有經歷過中國的配給時代嗎 在台灣這一次疫情最嚴峻的時候 我們內部也很熟悉口罩的配給 因為口罩當時的戰略物資不夠 所以不管你有錢沒錢 不管你今年幾歲 你配給的數量是固定的 那中國現在傳出來的供電 也是配給制 至少我知道的台商是配給制 那有些人喔 他的產能產值比較高 那技術含量比較高 他目前為止的供電狀況 以今天來講他復電了 但是就我理解跟知道 確實還有一些人還沒有 那如何評判 當然有他的一套標準 可是電也會走到配給制嗎 那所有中國的一切的物資資源 食物商品 都可能走到那個階段嗎 所以說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比如說口罩制 絕對沒有的時候實行配給制 這個在民主國家也有可能 口罩是疫情時候的逼不得已 但是你不會所有東西都配給啊 但是這個配給制啊 首先有一個最大的 你必須有媒體監督 在野黨監督 你不能其中有權利勳租 但是中國 因為中國沒有自由的媒體 沒有在野黨 所以你供電一旦配給 就靠人際關係了 就跟我小的時候供電所所長一樣 給別人家結婚的時候供電 他可以收紅包的 所以說這樣的話 整個一個社會 馬上對互相的人之間的人際的關係 不相信 整個社會都會承認下去 那我請教這一個東老師 韓正現在下令全力保供電 可是因為天氣還沒真正入冬 入冬之後的用電壓力 可能以全球來講 這一次歐洲的能源危機也很緊 所以全球這一回合的寒冬 怎麼渡過 中國的寒冬怎麼渡過 確實是一個很大的變數 是的 其實從剛才石板先生講的 你馬上就可以知道 現在中國最大的核心利益 挖煤供電 不是台灣問題 那因為這兩天 這個缺電的問題 討論很多了 所以說中國內部的資料越來越多 如果從純經濟的因素來分析的話 這一次的缺煤缺電 它至少有長期中期跟短期的因素交織在一起 長期的因素簡單的說 中國是從2016年就開始推動 所謂的煤炭去產能 為什麼 因為習近平提出了一個美麗家園 那煤炭這個工業 它有一個特徵 四高 哪四高 高污染 高偵探 高風險 高腐敗 所以呢 等於是說呢 你要達到這個 所謂的美麗家園 你第一個針對的 就是煤炭這個產業 據中國官方的統計 2016推動 2018年 就已經去產能 減產6億 6億萬噸 然後呢 關閉了4000多家的這個煤礦 中期因素 就是澳洲 去年年底 宣布制裁澳洲的煤 雖然 我覺得這是一個導火線 因為澳洲的煤 的確占中國的這個 它的煤消耗的那個比例是很低 可是它 它真的是一個導火線 然後呢 這個宣布制裁 這個澳洲的煤 過去的大半年來 國際的這個煤的價格大漲 這我們討論很多次了 然後你就可以發現 在全世界的範圍內 現在各地的這個電廠 跟煤礦所簽的這種長期合約的協定 現在大多違約了 交不出貨或交貨不足 然後呢 中國呢 它大概是70% 它是個長期的煤合約 然後呢 碰到 現在碰到問題了 30%是短期的這種現貨的這種調節 也碰到問題了 好 短期的因素 那就很簡單了 就是因為解封 然後呢 訂單增加 然後高消費 然後呢 這個大開產能 需求暴增 但是我覺得 還是有個政治因素 必須要把點名 就是說 中國產媒的第一大省 叫做三西省 三西省呢 是從2014年 就開始反貪腐 而且呢 到現在還沒結束 三西省的反貪腐 還沒有結束 中共官方定義 三西省的這種貪腐呢 是叫做系統性 他方式的這種貪腐 什麼意思 這個整個政府 每一個人 通通有份 從省委書記 市委書記 什麼煤礦的集團 還一路跟煤有關的 地質局 煤炭工業局 環保局 一路延伸到金融監察局 全部跟煤有關 所以有一句話叫 倒在煤上 真的倒霉 再過來就內蒙古 產媒第二大省 一樣 他方式的腐敗 他方式的反腐敗 抓了一千多個 過去兩年 抓了一千多個 所以呢 這兩個產媒大省呢 等於說 在政治上 已經重傷了 那剛才有談到 就是說 韓政 現在就是說 中共的高層 政治局常委級的 已經一個一個出來了 危機管理 韓政開了一個會 講了不惜一切代價 保障2021年 冬季的供電 中國政府不會容忍 這種大停電 好 那你的結論呢 結論兩句話 保證能源電力的供應 穩定市場合理的預期 連李克強跟 接近外國使團的時候 都這麼說了 好 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 那你2030年的 這個碳達峰 你2060年的 碳中和 你就別想了 你現在 其實是在增加 你的碳的容量 好 所以9月21號 這個習近平 不是在聯合國大會 公開的向全世界宣布 中國的這個煤電廠 不再輸出國外 當時大家還聽不懂 這句話 現在聽懂了 原來中國 現在要從全世界 輸入煤電 輸入到中國 因為它需要 最後 有一個政治上的解釋 就是說 如果它是一個 政治操作的話 那為什麼各地方政府 不挑冬季 來玩這個事情 而挑秋季 到冬季的話 會出人命 會出人命 會玩得更大 不 如果是政治考慮的話 人命不在 他們的考慮之內 好 是針對十月底 要召開的十一屆六中全會 一切的結果 這些我們看到這些事情 十一月 十月 這種六中全會裡面 會見真章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全球的通膨壓力高漲 那中國限電引發外界更加關心 這一波全球能源危機 帶來的經濟壓力 同一時間 台股今天重挫 外資直接砍了 396億的股票 過去四天 外資的賣超總金額 逼近1000億了 然而 整個全球金融市場 現在 引引發展的 確實是原物料的飆漲行情 而且 這一回合 澳洲跟中國的貿易戰 澳洲獲成最大的贏家 因為他出口的原物料 幾乎都全面上漲 那事實上 曾經媒體還追蹤 他出口創新高呢 沒錯 事實上這一波的股市回檔 我覺得主要原因有兩個 一個就是說 通膨壓力真的起來了 包括說像聯準會主席鮑爾 就是說 這個通膨的時間 可能會比預期更長 那這幾天公布了 包括美國的CPI是5% 那包括說歐洲的CPI是4% 這遠都已經超過央行 能夠容忍的範圍 所以 看起來的話 通膨壓力的確形成 那通膨壓力形成 當然升息的時間 或是縮表的時間 當然就會提前 另外還有更難 更重大的壓力是什麼 因為中國缺電 還有原物料上漲 現在似乎會壓制 整個經濟的成長 所以 就是羅比你前幾天 講到所謂的通脹 就是說 因為這個通貨緊縮 然後同時之間 滯脹 就是說通貨緊縮 停滯性通貨膨大 對 這個可能來臨 那這個對全球的經濟 當然是個非常大的殺傷力 那我們講事實上目前到底有什麼原物料在漲呢 包括說能源 我們看到最近幾的能源價格 包括石油 天然氣 甚至是說我們剛才提到 因為中國 因為缺煤礦的關係 這個煤炭的價格在往上漲 甚至因為缺電的關係 現在連鋁錠那些都在漲 所以這一波的這個原物料是形成一個所謂的成本推動 或是需求推動一個上漲的這個狀況 那除了這個之外 晶片 晶片的價格也是不斷的在往上飆 那你更不用講 甚至因為石油價格往上升的時候 今年這個北半球有點欠收的這個狀況 那整個這個農糧價格也在蠢蠢欲動 所以看起來的話是包括說像 民生用品 晶片 能源都在漲 那當然會有一波的這個原物料漲價 甚至CPI會往上升的這個壓力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 這一次呢 大家都把目光焦點放在澳洲 因為澳洲呢 他最近期公佈他的7月的這個貿易利差 那貿易順差 就貿易順差是121億澳元 就沒想到還比6月還要更高 而且比經濟學家預估了102億澳元 都還要更多 那為什麼這樣 主要就是因為他出口的 包括說像鐵礦砂啦 或是煤礦啦 這個出口非常非常好 尤其是最近期 從澳洲出口的這個煤礦 如果你從今年的低點到現在為止 已經漲了一倍 所以難怪這個澳洲會變成是 這個出口最大的贏家 甚至是他們第二季的這個經濟成長率 第一季第二季的經濟成長率 其實都還算表現得不錯 那當然預估說 第三季第四季 當然會更好 好 那這個對 這為什麼要講澳洲 因為澳洲前一段時間 去年大家都還說 澳洲跟中國打貿易戰 他可能會成為最大輸家 但是現在看起來 他反而變成最大贏家 為什麼 因為中國到本身今年有 包括說上半年是旱災 接下來又有水災 所以中國是全面性的欠收 那全面性的欠收之後 那現在他準備要去買 因為澳洲的這個小麥今年豐收 所以他準備要去買澳洲的小麥 那不是爭笑嗎 過去你跟他打的時候 你進了這麼多 現在你又回頭跟他打 所以我才說嘛 這一波看起來澳洲是最大贏家 那中國是可能最大輸家 好 但是韋傑事實上 台北股市的投資人也開始感受 反映到美中兩個經濟體的壓力 那這個事實上也反映在盤面 今天股票事實上重挫了400多點 收盤收跌 能然是收跌高達360多點 沒有錯 我想其實現在目前 台北股市所面對的壓力 其實外部的環境 除了是在利率上漲 所造成的一些估值修正的壓力之外 全球的央行都已經開始準備 要進入到這個貨幣僅縮的一個環境 所以流動性會變少 那美元最近的升值 其實也是引動外資回流的一個 比較重要的觀察重點 那當然短期當中 中國的這個能耗雙控的影響 也是不容小覷的一個風險 那所以其實外資就針對 這樣的一個部分去進行下修的動作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是下跌了363點 成交量微幅度的放大 接近快3400億 不過現在目前的台北股市 是已經回測到年限的一個位置點 那外資在這邊針對剛剛三個原因 就去下修了台北股市的一個目標價格 來到了15200點 就是大概是在今年5月17號 疫情要升到三級之前的那個低點附近 那所以其實現在目前外資針對台北股市的一個看法 仍然還有隱含大概將近快10個百分點的一個修正幅度 所以其實就目前看起來整個台北股市的一個結構 是相對比較偏弱勢 另外呢就是在最近的這個市場上面 在韓國的媒體有爆出來 就是說美國要徹查晶片荒 那最重要他要提要求 三星台積電等等 這些半導體業者呢 交出他們的一些機密的資料 那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其實是由美國的商務部來 商務部部長特別提出來的 那他說我們希望他們這些業者在11月8號之前 能夠自願的提出這一些機密的資料 那如果他們不願意 我們會有在工具箱裡面會有很多的工具 來請他們交出來 那他所謂的工具就是1950年的國防生產法 當這一些問題 晶片問題升級到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的時候 其實呢就會有一些比較大的一些風險 那另外呢在台積電的走資上面 今天呢台積電呢是下跌了 這個比較大的一個幅度 大概是下跌了一個百分點左右 他跌了六塊錢 台積電直接測年限 對沒錯 他其實已經跌破年限了 那跌破年限呢 其實相對於台北股市來說 有一個領先的一個指標性 那外資呢其實在最近這一個禮拜 賣超台積電將近快三萬張 那在三星的部分 其實在今年以來的走勢 也相對都比較偏弱勢 那今年以來是跌了將近快12個百分點 所以三星也是比較偏弱勢的 那聯電的部分呢 其實在今天呢也是下跌了 兩個百分點那是回測季線的支撐 他的姿態還是在半導體產業當中 相對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呢他只是 還是偏多方 只是回測季線的一個支撐 最近呢因為原油價格的一個高漲 所以國內的縮化產業 其實都股價表現相對比較強勢 台積呢今天雖然是出現了 比較大幅度的一個回檔 不過呢也只不過是在回測五日線 相對都是比較高檔 偏多頭強勢的一個回測 那亞距的部分是這一波的一個臨漲股 今天回測幅度是比較大 回測了月線 不過我想其實大概都還是跟油價 昨天的一個回檔修正有關係 那另外呢就是在航運類股的部分 航運類股今天終於是破低點了 跌破了7月28號的低點 航運一堆跌停 沒錯今天都是收跌停版 那所以其實在過去的這 兩個月左右的一個時間 都在震盪打底 今天終於跌破低點 那麼後續要特別留意的是 在這一波跌破低點之後 過去的這些融資籌碼會不會殺出 那一旦殺出可能 還是會醞釀一些短波段反彈的機會 另外在散裝航運的部分 在今天的這個盤面上的新聞重點是說 散裝航運它在BDI指數 出現了大幅度的回檔 所以昨天因為BDI指數的上漲 而造成股價的一個上漲的一個狀況 今天就全部的都回吐了 那所以包含像是中行 包含像是星星 其實它的跌幅都相對比較重一些些 另外呢就是在9月份的部分 華爾街一直都有在觀察 就是認為說9月 其實美國股市應該會有一個 比較大幅度的一個回檔修正 而他們認為這一波的回檔修正 大概會落在10到15個百分點這中間 那麼在9月份最後即將要結束之前 當然就出現了一個下跌的一個風險 所以其實現在目前 美國股市的一個下跌的狀況 還是跟實質利率的反彈有關 跟聯準會的資金緊縮有關 因為我們看到在這一次的 中國限電的衝擊之下 不鏽鋼的一個供給 是有一點點吃緊 所以華星在10月份的這個盤價 是有調漲的一個現象 你知道在能耗雙控的過程當中 其實他們生產成本會拉高 一拉高的時候 他們對於下游的一些廠商的報價 就必定要調漲 那調漲之後呢 其實有可能會有利於 他們的一個營收的利差空間 但是如果他無法轉嫁 那他的壓力就變大 所以其實在今天的華星的表現上面 其實相對是沒有反應 這樣子的一個利多 那這一次的整個 能耗雙控的一個影響 其實也影響到了一些相關的 這個矽晶圓的一些產業 那當然在今天旁邊上面 太陽能板的表現 其實相對比較強 那因為這一次的這個 原物料漲價 也有可能會帶動在太陽能 相關族群的一個報價上漲 那在我們看到就是說 在我們的央行總裁 其實也特別看到就是說 這一次的限電的部分 有可能台灣會有一些相關的轉單效應 那我想其實在這個 轉單效應的影響之下呢 後續我們還是要特別觀察 因為有很多的 我覺得台灣的狀況是很複雜的 有一部分的原物料業者 可能可以轉單 然後受惠 可是有相當多上市櫃公司 他依賴中國的工廠生產基地 他可能面對蠻大的變數跟風險 然後廣東今天說 部分供電開始漲價25% 那如果25%還不夠用 是不是再25% 對 就是你不確定你整個的風險跟成本 會遇到什麼樣的波動 對 其實在金融市場的交易過程當中 不確定新因素一直都是 最危險的事情 包含像是我們在實體經濟當中碰到 政策的不確定新因素 更會是影響企業的一個 重大的一個灶門 所以其實在現在目前的 這個中國政策 都還不是很確定的過程當中 其實真正要去預估台商的損失 都是非常非常困難 那另外呢 在這個國內的這個財訊傳媒董事長 謝金有特別提到 中國房地產泡沫即將會 跟上90年代的這個日本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最主要是根據幾個一個 重要的城市 它的一個收入跟它的房價的一個比值 來去做觀察 其實都遠遠超過當年 這個90年代日本的時候的這個比值 所以其實他認為說 在這一次的整個房地產泡沫破裂之後 有可能會大幅度的一個影響到 中國大陸的一個經濟的狀況 那再來我們看到在 美國跟歐洲最近的一些相關的對話上面 包含像是在高科技類股的 一些相關的對談當中 半導體產業當中 他們傾向去共組一個聯合的聯盟 來去對抗中國科技產業的崛起 尤其是針對於中國在這個智慧財產權 這個部分要去設定所謂的一些上限或是門檻 甚至要立法去進行阻止 這個是這個聯盟最重要的一個用意 那我們看到在車用半導體短缺的部分 預估今年全球的汽車產量會減少到900萬台 也就是說今年全球的汽車 應該會只剩下7600萬台到7800萬台的一個產量而已 那再來就是看到這個在半導體產業當中 這個代工產能吃緊的問題 其實異發半導體跟這個賽林斯 他是宣布的是在這個價格調漲的一個部分 那當然他宣布價格調漲 其實下游或者是中端的廠商 一直都會受到影響 因此到目前為止 整個半導體產業都還是陷入在 價格的上漲的一個壓力當中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台北股市今天重挫363點 盤中跌點高達400多點 外資砍了396億的這一個股票 過去四天老外一共砍了將近1000億 這裡頭對於景氣對於中國限電 對於美國的這一個資金的這個聯準會的說表 乃至於通貨膨脹 零零種種都是利空 從美國傳來的從中國傳來的 然後就連半導體現在被美國商務部盯上 那儘管他缺貨 儘管他漲價 可是外界確實也擔心 這一次商務部要台積電跟三星 會不會要到商業機密 會不會影響到未來整個長期半導體的生態 對 我想其實這一次的這個 繳交這個機密資料的這個問題 其實真的影響非常的深遠 如果說真的商務部拿到這份資料 那個對於台積電的客戶 其實非常好談價格 所以這個是有可能會造成未來台積電 在接單的時候的一個價格危機 那我們剛剛看到在這個 車用晶片的部分 易發半導體在今年的一個股價 大概是漲了將近快14個百分點 那賽林斯今年度以來是漲了6個百分點 所以其實在最近的整個價格調漲的部分 應該有可能會刺激到他們接下來的一個 營收的狀況 這個後續可以做觀察 另外在瑞薩半導體的部分 社長特別提到就是說 半導體的需求它是非常的強勁 可是它的供應是非常非常不穩定 那當然也是跟過去的這個供應鏈瓶頸 也是有非常大的一個關係 另外我們看到就是在這個第三代半導體的一個前景上面 那這一次的整個第三代半導體的一個發酵 其實最主要就是來自於 這個碳化系跟氮化架的一個晶片 那是透過這個Tesla的Model 3 導入了碳化系晶片之後 進入到一個比較明確的一個發展趨勢 那當然每一個四代的一個半導體的晶片 它的應用端其實不太一樣 這一次所要導用的這個第三代的半導體的材料 並不是說要去取代我們現有的矽機晶片 而是說跟它共存 然後去使用在不同的一個這個領域當中 包括像是我們現在的這個 新這一代的第三代半導體材料 它可以用在比如像車用電子 對 車用電子 電動車 5G的基地台 低軌道衛星等等 其實都可以做適用 那當然我們看到在台廠佈局的部分 就有類似的一些相關的領域 包含像是原材料的環球晶 那壘晶廠的部分有漢壘跟加晶 那麼另外呢在檢測的部分有宜特 那當然台積電的部分 也有佈局在這個晶圓代工製造的部分 那當然這個區塊當中以汽車產業為首 還是要特別留意 因為在義法半導體跟英飛林 還是屬於主導的一個廠商 而且他們現在目前都是在 新加坡去做代工的製造 所以其實可能台灣的應用領域當中 要特別著重在5G基地台跟低軌道衛星 還有再生能源的部分 好 我請到月中 這次中秋過後 台股接二連三遭受各種利空打擊 另外一方面 這個壓力來自美國 特別是美元指數的走高 跟聯準會的寬鬆政策可能調整 是 我們看到這兩天的美元指數 持續往上攻 在今天早上最高來到94.5是去年9月以來 大概一年多以來的新高了 美元指數往上走 其實就意味著全球資金在回流到美國去 這對於很多國家 尤其是新市場 包含台灣在內 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那美國最近動作真的是越來越多 那這兩天又早上了歐洲 開一個經貿會議 那會議的內容倒沒有什麼太大的特別 都是例行性的告訴你這個 技術合作 經貿合作 投資關係 環保 勞工等等這個問題 可是要值得注意的是 我覺得它這個氛圍跟 在之前幾天的那個美日英道四方會談 非常的像 怎麼說呢 絕口都不談到中國 可是明明內容都跟中國有很大的關係 這讓我覺得這好像中國變成了佛地模 佛地模這三個字是不能講的 所以同樣的中國這兩個關鍵字是不能講的 可是明明整個大家所談的內容都在告訴你 我們要怎麼去應付中國的問題 另外一方面 鴻海又有動作了 什麼動作呢 它收購美國一個電動車的新創公司 叫Rostone 那收購它在惡害二州的這個廠 那這個惡害二州的這個廠 原本是通用汽車廠 那Rostone在2019年用4000萬買下來 可是現在鴻海用多少錢買 今天最新的消息出來了 2.3億 才不到兩年的時間 轉手居然4000萬變2.3億 那原來裡面是有內容的 因為它不只是把整個廠買下來 甚至鴻海說我要入股你 所以它另外再加5000萬美金 要買它4%的股權 更重要的是這個電動車廠 因為它自己沒有產能 所以它的未來的皮卡要交給鴻海來生產 所以這是相關的配套 所以不能單純只說奇怪了 那你為什麼買這個廠 你當初不是說要到威斯康辛 建你的電動車廠嗎 現在怎麼跑到惡害二州去 那除了這個因為有現成的這個廠 在那邊之外呢 更重要的是它還有另外一個客戶叫 這個Fisker 之前我們都討論過 那還有更重要當然就是Apple Car 當它在惡害二的時候呢 離這兩個客戶其實是更近的 好 那不只是鴻海有動作 因為美國這段時間以來推了很多重大的法案政策 譬如說無疆界法案 國防授權法 然後這個等等 尤其是最近兩個大基建 一連串的這些法案下來 那當然給台商帶來很大的機會 而且這個機會不是只有電子半導體產業 尤其剛剛講到大基建 基礎建設的營建相關的 好 電動車工具區 通通都有很大的機會 雖然現在暫時因為預算的問題 卡關可是遲早會過 好 那更具體的是實際上 台商已經有很大的動作了 我們就以這個具體的數據來看 去年這個投資美國的成長率 暴增了600多% 那今年在數字上雖然沒有那麼多 可是今年的建數跟去年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誰最多呢 可小而知一定就是電子產業 前進美國是最多的 那我們如果用具體的數字來看 好 那目前我們可以說到美國去 大概就是兩個領頭 一個就是台積電為首的 所以台積電它到亞利桑那州去了之後呢 帶動誰 長春化工去了 然後崇越也去了 帆軒也去了 那另外一個領頭羊 那當然就是鴻海的部分 那除了這兩個領頭羊之外呢 當然還有很多單打獨鬥 自己有自己原本的供應鏈 自己的客戶的也都前進了 譬如說我們來看到 幾個重要的指標廠商 上營 國內的工具機的領頭羊 它現在就是打進了美國的晶圓廠 所以包含了Intel 包含了艾斯沒有 包含了科雷 都是它的客戶 所以因為它有美國這些客戶在 所以它在美國的第二座自動化的工廠 其實已經完工了 再來還有看到鴻康 這家公司大家可能比較陌生 因為它是做比較上端幫科技廠 做分析測試的 它在美國的客戶更多 你喊得出來的科技公司 從蘋果到輝達到超微到賽林斯 通通都是它的客戶 所以它也很早就去佈局 那研華就更早了 研華早在1987年就在美國佈局 可是它以前的生產基地 主要在中國佔六成 在台灣佔四成 美國是沒有廠的 可是現在研華自己說 因為有客戶要求 不可以在中國生產 所以它現在在美國要啟動五年計畫 未來五年當中 它要美國跟中國的這個產能 這個營收要一樣 所以可見它未來要在美國 要用很大的力量 好 我們稍後回來